我們來問問第二組 外景搭檔 Dora和楓田 跟Dora 你們對彼此的印象深刻 然後反差 Dora妳覺得楓田 一開始妳覺得她是 因為我以前 我們兩個私底下 她看起來像暖男 沒 我們一開始 不是 我們一開始完全不認識她嘛 然後都只有在節目上看 她在節目上就會這樣 這樣就很像 吊了噹噹 很好笑這樣 楓田以前是5566還是奶奶 5566 我沒那麼老 她是5566 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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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開始覺得她應該是 吊了噹噹 應該不會男相處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搭檔還有威廉哥 然後就想說 威廉哥常常在健身房 遇到都會打招呼 應該就OKOK 然後結果呢 就是真的去入外景的時候 威廉哥如果一起在車上 就還好 他就會開話題 找我們兩個一起聊天 威廉哥只要下去上廁所 哇 他安靜 他完全不講話 他就是這樣 他在看哪裡 他連眼睛沒有焦耶 他就這樣 然後就很像在放空 然後我們唯一講的一句話 就是他突然 他放了一個屁 然後就這樣 我在那個車子的第三排 他們做第二排 他就轉過來說 對不起 我放棄 然後 結果現在又是三十分鐘的靜默 我們就都沒有講話 你為什麼不給他講話 一般看到梅亞都是多少會聊幾句啊 是因為當中 也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對 一開始 他就是第一次見面才會有話聊 見幾次就沒話聊了 沒有 我對他的 因為 他是後來加入的 所以會覺得 他是來取代我的 我對他有敵意 你以為他要取代你 敵對關係的 要整那個位子 所以我就對他特別冷淡 就故意不講話 有防備心 對… 真的啊 我後面都是這樣講你好話 然後 我不講了 我來慢慢變好了 哥 過了一兩年之後發現 我還在 他不是來取代我的 那OK 那就卸下那個防備心 OK 然後我繼續繼續來之後 然後呢 然後後來也才發現 就是他其實算是 心思很細膩的人 就是有時候 我們可能一起出外景 我們大家 如果剛好是我們播出的那一天 我們會連工作人員啊 主持人一起 在那個飯店房間 我們大家一起看播出 然後那時候好像就 威廉哥我就來笑我說 沒有女人味啊 然後笑我跳舞跳很難看啊 然後我就有點 我就已經有點微走心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來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說 發脾氣的脾氣好差喔 什麼什麼 我真的是到後來有一點難過 然後我就 我就是 可是我又不想讓大家不開心 我就想說 好啦 我先回房間啦 這樣 就我的口氣都沒有變 但是我一回房間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 蠻難過的 然後我就去洗澡什麼出來 那我看到風田傳訊息給我 就是 他是唯一一個傳訊息給我的人 然後說 你是不是有點難過 大家是很愛你 想跟你開玩笑 才會這樣子 你不要 他就還講說對不起啊這樣子 就是全部人裡面 只有他注意到 我好像真的有點走心 我真的不是耶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們合作久會不會有一種 依依你們覺得他好像在 帶一種甜蜜 因為合作久會不會 因為每天出外景 你們有沒有聽出什麼端你出來 沒有 因為每天出外景 每天在一起會不會有一點 對啊 我們這種團體都沒有這樣的故事 會有一種依賴 趙哥你聽著聽著有沒有覺得 因為你們拍外景 風田他現在失戀 沒有女朋友 他們兩個剛好一對 不然你 你在告白嗎 我沒有 是 你不要不承認 不是 因為我覺得一個女孩子 天天在外面錄外景 外景一個禮拜在一起三個天吧 是 而且上山下海又淋雨又幹嘛 你就一個女生 她們一定很照顧你 一個男女為你挺身而出 在第一時間安慰你 你怎麼不可能放在一起呢 你一定要有一點心動 你摸著良心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不說實話會天打雷批 你們有沒有一個群組 所以我常常出門都被雷打到 沒有對不對 你有沒有曾經愛過他 摸著良心 不是愛 心動 沒有 你有沒有心動 我覺得他一定有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很愛欺負他 然後 那你這個就不對啊 你愛欺負他就是在 你就是在flirting 對 你就是在搞曖昧 對 從小到小 男生如果拉你變成就是喜歡你 真的 你欺負他 你就是要他喜歡你 對 你說你是有喜歡他 一點點 應該有 應該有 因為他小小的很可愛啊 對 越認識越討厭他 越認識越討厭他 沒有 你這種有時候由生 就是由恨生愛 有時候對不對 又愛又恨的那種 又愛又恨 這種就是真愛喔 你們這樣子日久生情 難道不會有 我不相信 因為我也錄過外景 應該有單獨出去玩過吧 應該單獨出去玩過 因為錄外景天天在一起 還要住在外面 你一定會有一點就是 女生有的時候 可憐的時候 或是冷的時候 男生遞一個暖暖包給你 真的 這件事真沒發生過 可是你就會心動 現在 錄外景真的超級泛桃花的 他現在也都不知道我講話 你看前不久那個運動節目 每一季 都是談戀愛這樣子 那到底是去錄影 還是去談戀愛 不是 因為每一次去外景 你就感覺好像是 在小度假 對 會像他工作 因為製作人會給你去挑戰啊 然後你們要合作組合 就開始你就說 女生你坐下來 我來 我來 我先來 因為怕就是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沒有 我現在 因為他真的 人滿好的 所以就會 你剛剛不是說他很那個嗎 然後你現在說他 他沒有當工具人 當工具還可以 當工具人 就比如說我私底下早餐廳 你一定都會問他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 台北的餐廳 然後他就訂給你 風田我覺得你這樣不對耶 他要帶你 就是故意 他這個是故意 讓Dora對他念念不忘耶 風田的 早上吃早餐 還要問Dora 我要去哪裡吃 但你又不叫他跟你吃 你這個就是不對 風田的路數都是這樣 風田你用這種招數 就是讓這個女孩子 慢慢的 你以為 讓這個女孩子以為你不喜歡他 但是你明明就是喜歡他 然後讓他認為他 以前喜歡你 然後跟你告白 你說是不是 還是說你們兩個沒關係 那你們為什麼穿情侶裝 那你怎麼知道 你們幾乎穿一樣 對啊 跟你們穿一樣 我們這個差很大 你看 上節目 上節目 一起上節目的 上節目啦 我們私底下是真的 為什麼不威廉去 為什麼是風田哥 是啊 因為威廉哥比較貴啊 我替人家發XXX 真的啦 發XXX 那個威廉最便宜 我不是 真的喔 我們兩個比較貴啊 反正我們拭目以待 你們兩個人那個 不要被拍到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OKOK 來 風田公開你的影集 我們就是最後變成 首到就是 節目上很長 就是公開彼此的那個影集 那你是不是也公開我的嗎 對啊 所以互相傷害 你的影集是什麼 因為我跟私底下 我跟他分享我的就是缺點 身體的缺陷 好想聽喔 你身體有什麼缺陷 比如說我腳很臭啊 腳真的很臭 我的天啊 我的鼻翼很臭啊 我的下巴都有那個 曬味 真的 下巴有曬鼻 他很像臉是那種 浸在曬裡面 你去聞他的鼻子 他主動這樣 摳摳摳摳摳摳 躲到你要不要聞聞看 他的腳有多臭 異世界的味道 真的是新的世界 結果後來製作人就 就是有一次懲罰是 輸的人要聞他的腳 對 變成我是懲罰的道具 那你本來也是當作秘密分享給 對 私底下跟大家分享 對 結果變成懲罰的道具 對 來 你要控制他什麼 他就是 剛剛他說我會猜出他影集嗎 他也是直接在節目上 都沒有講好的 直接抱我的感情史那種 就因為我也是什麼事 都會跟他們講 而且就是我記得我那時候 剛好還是就是 才失戀沒多久 就遇到聖誕節 然後我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還跟他們講說好難過喔 我就又失戀 然後聖誕節又要來看 結果那一次吃那家餐廳 就是我們大家有一個遊戲 就是要抽籤當一個工作人員 他抽到他要當那一趴的導演 他就說來 朵拉 你吃這個 我還記得什麼 白帶魚捲 你吃這個白帶魚捲 然後你邊哭邊吃 感動的吃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哭啊 怎麼那麼突然 因為是好笑的 我哭不出來 然後我說還有怎麼哭 他就說 想像那個感情 如履薄冰 然後他們就很常把我弄哭 然後還有什麼吃糖葫蘆 也是那種一吃 我就說這個外面這樣脆脆甜甜 然後裡面草莓酸酸的好好吃 他就說就跟你的感情一樣 有時候表面看起來是甜的 裡面可能是酸的 然後我就會一直抱著 我每次聽講話覺得很奇怪 你明明在講了一件 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可是怎麼都臉都甜甜的 是不是 你的心比較正面 你連講這個事 好像都在跟他告白 我比較會轉面的 我跟妳講 妳真的喜歡 妳就不要再挑了 我沒有挑了 對 朵朵妳要挑幾歲了 三分五十 愛要及時 對